我們歡迎珊珊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黃珊珊 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題目是 《流浪在夢想的地圖上》 那剛才穆天的分享 最後一句話就提到美術館 那其實跟我的發表就有很直接的連結 因為我的最大的夢想就是在美術館工作 那其實穆天剛剛也提到 因為台灣的教育是非常細的切割 那其實我從小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 我從小喜歡美術 喜歡藝術 喜歡畫畫 所以我從小 從幼稚園一直到大學 都是念跟藝術相關的科系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那是不是我在一開始就已經既定了我的目標 其實也並不是 我一直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直在摸屬我的夢想 所以我今天的這個標題就是 《流浪在這個夢想的地圖上》 因為雖然我都在同一個領域 但是我覺得其實我也一直在流浪 有時候往左 有時候往右 那 嗯 好 來認識 我真的非常高興 那因為我講話比較慢 我很擔心 我等一下可能會稍微超過時間 但最重要的是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曾經在日本進行的三次實習的經驗 那也這個就是在透過這個三個實習的階段 我一步一步去抓住我 想要在藝術領域工作的這樣的一個夢想 那就是我一開始會先自我介紹 再來是會跟各位介紹三段實習的經驗 最後會跟各位介紹我實習完之後 正式進入職場的一個階段 因為我想我在年紀上很比各位都大一點 所以就會用一個時間軸來跟各位介紹 那先介紹我現在目前的狀況 我現在是在中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的 基金會工作 那我所負責的工作是負責美術館的籌備 所以我們美術館現在還沒有成立 但是預計在五年 五年後或六年後 預計會成立我們自己集團的美術館 那我是師大美術系畢業的 也就是剛提到我從小到大 都是在這個藝術領域 所以我從小就開始一直接觸 美術館跟博物館 那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想當美術老師 但是直到我去 就是師大畢業之後 到了國中實習之後 我的夢想就破碎了 因為我發現我並不是這麼的喜歡 在國中任教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準備 就一邊實習一邊準備留學的考試 那實習之後我就到了 日本東京大學去留學 那我在那邊唸了碩士跟博士 那其實在東京念書的領域是文化政策 還有藝術館跟博物館研究 其實都是相關的領域 那就是經歷有一點多 就是有參與過一些 就是我有得過一些獎學金 然後也有參與過一些藝術相關的活動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對我自己的工作 成就上面比較重要的是 我曾經在2007年的時候 得到東京有一個替代空間 他們曾經頒發一個 新銳的策展我們的獎項 那我是當時這個第一屆 得到這個獎項 在東京策劃了一個 我自己所策劃的展覽 那也介紹了台灣的一群夾給日本的觀眾 那因為我的發表 必須要跟那個漢字有一點接近 所以我就把我的個性在這邊用漢字 日本的漢字來做個介紹 我的用了四個詞 一個是真面目 然後再來是天然 然後肩髮跟肌杖面 其實這都是日文 那真面目他其實是馬吉梅 就非常的認真 就是我的個性是非常的認真 那天然就是天然的日文就是有點傻傻 就是有點傻大姐的個性 所以我個性也有點這樣 那再來是肩髮 他其實跟傻大姐其實也有點像 就是你雖然非常認真 可是好像會有在某個地方 就是會稍微漏死掉 再來是肌杖面 他就是Pichome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認真 然後非常的一百一眼 所以我的個性就是有點這種 兩種不同極端的特質 然後混合在一起 那趕快進到我的正題 就是我今年35歲 我相信比大家年紀都大滿多 那我就回顧我在10年前 就是25歲 可能比現在各位還要再大一點 就是我剛大學畢業的那一段時間 我到了日本留學 然後一直到我在日本6年到2009年 那一年是我的一個轉換 就是我從日本求學結束之後回到台灣 那我2009年回到台灣之後 曾經在大學任教大約半年 後來我還是覺得自己不太喜歡當老師 雖然當時的任教已經是大學 後來我就還是到了私人的企業 在中泰集團 那當時我是在畫廊擔任策展的經驗 然後到了2011年 我就轉到基金會 那兩個部門最大的差別 就是基金會它是一個非營利的組織 所以更接近美術館 就是它不是靠展覽來賺錢的一個機構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在這10年的 人生經驗當中的三個實習經驗 就是1、2、3 那在這中間我又曾經在橫濱三年展 擔任策展的助理 所以這些都跟我後來的工作是有關的 那我第一個實習的經驗是在西洋美術館 再來第二個是在一個NPO實習 再來第三個就最近的一個實習經驗是在生美術館 不曉得各位去東京有沒有參觀過這個美術館 它的地位其實就可能我們對於紐約的MOMA 或者是狗跟漢這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美術館 在日本的話 那當時我在西洋美術館實習 是我碩士一年級的時候 就是我其實也不太確定我想要研究什麼 但是我很清楚我想要在美術館工作 所以我就去這邊實習 那當時是東大跟這個美術館有配合 所以我去實習是有得到學分的 那當時我在裡面所負責的是美術館教育 就是跟小朋友的推動跟教育是相關 所以我們會跟六個實習生 我們會分組去做讓小朋友使用的教材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實習 我在當中就有了解到一個美術館 他們如何要去針對不同年齡層的觀眾來做推動 然後也去了解到一個教材跟規矩 他能夠在藝術推動上面的各種可能性 那第二個實習是我在N 就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團體裡的實習 那這個是當時我一樣是措施的時候 我就覺得如果一直都是在學校 或者是只是在製設美術館感覺看不到 就一直被封閉在同樣的一個領域 所以我就嘗試著去申請一個這樣NPO的實習 當時是由日產公司他們提供贊助 然後我去報名然後得到這個機會 那在這個NPO他其實是跟一般NPO比較不一樣 是他的對象是身心障礙者 就是你要跟身心障礙者一起到美術館 還有博物館去欣賞藝術 所以當時我們就在很多的這個工作方的經驗 我們就跟著這個團隊到了日本全國的 各個美術館去做了很多的工作方 然後跟不同身心的障礙者 他們一起去理解藝術 有的時候是透過觸摸 有的時候是透過溝通 那對我來說我當時也是一個障礙者 就是我是一個外國人 我用的是日文 就是可是日文並不是我的魔語 所以對我來說 當時這個經驗對我的就是影響蠻大 就讓我有更有深刻的同屏心 去了解一個有障礙的人他如何去理解藝術 所以這個就是我在以上的這兩個實習當中學習到 但是因為當時我還是一個學生 所以我所觀察到 比較沒有這麼的直接跟職場有關係 後來我就完成我的學業回到台灣之後 就剛剛有提到我在大學任教 可是我當時就很猶豫 我到底是還要繼續在學校任教 還是要到產業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策劃展覽 所以我就覺得我應該要更接近我的 就是策展的領域 所以我又發現了一個實習的機會 就是台灣的當代藝術基金會 所以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聽過 他其實是可以讓有心從事藝文工作者去申請 所以我就申請了這個補助 又再一次的回到日本的申美館來實習 因為時間的關注我就會很快的說明 就是我在當時就進了這個申美館的策展部門 所以就到了一個我真的非常喜歡的工作的行進 然後跟這些非常重要的策展們一起策劃展覽 然後我也在當中推薦了台灣的藝術家 這個是台灣的藝術家王雅慧到日本來做展覽 然後還有也剛好就他們有一些活動 那這個是我們在辦公室的一些狀況 那其實我在進到這個環境 進到這個實習的時候 我的主管曾經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如果即使你只是搭在這個辦公室 沒有做任何的事 但是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學識 那他告訴了我就是我要觀察這個環境 所以我當時其實一開始沒有太多工作 可是我透過觀察可以了解到這個組織 還有他們的工作內容 甚至這些非常有名的策展人 他們是怎麼樣的來 有什麼樣的人格特質跟怎麼樣的工作 然後我也在這個當 在這個三 這是三個月的實習 所以我在這當中也出席了許多的會議 然後觀察他們怎麼去運作一個藝術館 從不同的部門 那另外就是要培養執行能力 因為即使在日本這麼一個嚴謹的一個環境下 但是他們其實是非常熱意去指導 特別是我還是一個外國人 然後他們也很熱意給年輕人一些學習的機會 那在當時有的時候會就是跟比較年輕的工作同仁 比如說包裹郵件 但是透過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可以去理解整個美術館的空間分配 還有他們整個行政的流程 去瞭解一個這麼國際的美術館 他們內部的運作 為什麼不能動 好 那這個短暫的實習是三個月 我之前的實習 之前的兩個實習都是半年 那這個比較短 但是他非常直接跟我的職場有連結 所以我這個實習結束之後 我就回到台灣在中泰集團 那我在這邊也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即使你離開了實習的單位 其實你在後來的工作場 還是可以把這個實習的經驗用上 像我在中泰集團工作的時候 我依然可以把深美術館的這些經驗 發揮在我的工作 並且介紹這個深美術館的館長 或者是策展人來到台灣 所以在去年我們中泰基金會 就跟深美術館合作一個代謝派 未來的都市展 是一個建築的展覽 那也就是在這個當中 我也將我的經驗在這邊做了發揮 那我也很非常樂於分享 就是我在日本所學的 不管是文化政策 或者是藝術館裡 在台灣有一些演講 然後也隨時跟這些實習的單位 保持非常良好的關係 那最後呢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雖然我的就是有提到 我很喜歡在美術館工作 那在當中我又最喜歡的是策展的工作 可是策展他其實必須要具備不同的能力 論述組織、行銷、教育思考、媒體等等 那其實這些都是必須透過不同的角色 跟角度來去做累積 所以我也透過這一次 我現在再來的這個基金會 理解了建築這個領域 然後未來我其實還需要再去增加 我不同的能力 所以我一直在累積這不同的角度跟經驗 那最後呢就是要跟 就有點老生常談 就是我回就透過這次整理這個資料的過程 我就覺得我真的非常的幸運 我也非常感恩我曾經走過的這個十年 因為我怎麼可以這麼幸運一直在我喜歡的領域做事 然後再來就是我也很謹慎的在走我現在每一步的路 就是我非常的重視我現在的當下 然後也非常高興就是每個當下所遇見的朋友 包含今天我遇到你們 那我非常期待未來的每一步路 就是把我的過去可以用在我的未來 所以上次是我的寶寶謝謝 謝謝珊珊帶來的分享 剛剛有一句話我就是個人覺得蠻感動的 也不是說感動啊就是覺得很有趣就是 他雖然說他可能在那間公司 並沒有做到什麼很重要的職位 或是沒有被通過到很多的工作 但是他主管跟他說 當你身處在這個環境的時候 其實本身就是一種學習 那就像剛剛我們前面兩位 所以剛剛有提到我們應該要好好去觀察 生活周遭發生的事情 所以其實裡面都有很多值得我去學習的地方 那我們上半場的活動大致唱 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我們現在是中場休息的時間 我們旁邊有茶水 那廁所在樓上 那現在大家就可以去自由交流 去找 t ion 全面 我們在這段落 ある 在這段落 就不想到